2005年1月13日 备受关注的亿万富翁 袁宝景固凶杀人案 终于在辽宁省辽阳市公开宣判 案件的审理 经历了一年多的波折 里面涉及一死一伤两起事件 所谓一伤 是袁宝景固凶 刑刺远在四川的黑社会大佬刘汉 刘汉受轻伤 一死 是刺杀行动失败后 袁宝景把刺客杀掉灭口 该案最具轰动性的一点在于 顾凶杀人的嫌犯袁宝景 不仅被处以急刑 他的三个兄弟也被判了 两个死刑一个死缓 量刑尺度存疑 为了保命呢 袁宝景声称要举报高官 以及捐出几百亿的资产 两件事也都没了下文 袁宝景是谁 为什么要顾凶杀刘汉 这起案件又为什么备受瞩目 请看本期M2档案 2003年10月4日晚11点多 一个40岁出头身形矮胖的人 走出辽阳市区的回合营麻将馆 坐进了自己的桑塔纳轿车 但是他并没意识到 暗处的两个杀手已经盯上了他 似乎是为了把悲剧最大程度的放大 那两个人并没有就地解决目标 而是驾车提前赶到他家附近 隐藏了起来 那个矮胖的中年男人走进楼门 暗响了自家的门铃 时机到了 两个杀手中瘦高的一个端着家伙跟了上去 朝着门前的身影连开两枪 砰砰 双筒猎枪特有的沉闷响声 让小区很多居民从睡梦中惊醒 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放下窗外 凶手就已经扬长而去 三楼的女孩寻生下来 看到倒在血泊当中的男人 那是他的父亲 警车在五分钟后赶到 法医认定遭到枪击的男子已经死亡 警方很快确认这是一起凶杀案件 死者名叫汪兴 左前胸遭猎枪击中 左叶动静脉军断裂 造成急性失血性死亡 枪支种类初步推断为双筒猎枪 有两个人行凶后驾车逃跑 辽阳市的老警员对死者汪兴并不陌生 他曾经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刑警大队专案中队队长 后来辞职下海 案发时他是当地一家小饭店的老板 这起凶杀案嫌疑人的锁定对警方来说也不难 死者生前多次举报他的前老板 袁保景的经济犯罪问题 他们曾是关系很铁的哥们 后来发生了利益纠纷 反目成仇 1985年的夏天 辽阳开往北京的一列火车上 汪兴偶然认识了比自己小八岁的袁保景 他得知这个小伙子家境贫寒 五个孩子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 袁保景八岁那年被送到乡下亲戚家寄养 他读书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运动会 因为运动会就意味着有可能得到运动服 就不用买衣服了 让汪兴刮目相看的是 这个酷孩子志向远大 非要考到北京上名牌大学 为此放弃了一般的本科 复读了两年 这次袁保景要去中国政法大学报到了 那是司法系统的最高学府 而汪兴那个时候也是袁保景的榜样 他1958年出生 18岁下乡 20岁就考入了大连警官学校 毕业后入职辽阳刑警队 他工作出色 四年间参与破获上百起大案 在一起敲诈勒索案中 他乔装成被勒索的老人 独自一人在野外与歹徒缠斗 制服了持枪歹徒 荣立二等功 还被送到中国公安大学 待职进修两年 两个有着光明前途的老乡 聊得很投缘 之后在北京的两年 汪兴也没少关照这个小老乡 他亲眼看到小伙子为了赚生活费 放弃了所有的娱乐 袁宝景自己也说过 他帮教授抄书稿 一万字挣两块钱 帮公司写信封挣得多一点 没签字一块钱 一段时间之后 他用原始机买了一辆旧三轮车 为一些小店拉货 他做这一切 是不忍心哥哥辛辛苦苦地 供自己读书 袁宝景形容自己 在辽阳的贫困窟 都算是最穷的人家 一位大学同学曾经向记者表示 说袁宝景对家境的描述 可能有点夸大 不过他确实肯吃苦 也很有经济头脑 每逢这个圣诞 元旦等节日 袁宝景都会在学校里 卖贺年卡和明信片 从辽阳回学校 也总是带点家乡特产 卖给同学 甚至赚够了回家的火车票钱 袁宝景出身寒门 但谈吐不苏 能写一首潇洒的毛笔字 也不缺乏讨女孩子欢欣的技巧 他向一位相貌平平的同学 发起了爱情攻势 并轻松得手 当时周围人都猜测 说心高气傲的袁宝景 看中那个叫宋海云的普通女生 原因很简单 对方有北京户口 果然袁宝景刚毕业 就与北京姑娘结了婚 而这个家庭 只维持了仅仅一年 1989年 袁宝景如愿留在北京发展 谋得在校学生处的一份工作 但是这个池子太浅 跟袁宝景想象的 腾云驾雾的人生是天壤之别 于是留校工作没几天 他就背着一个大书包 带着简历 行走在建国门一带 当年的北京建国门 银行 大公司和外资企业云集 袁宝景看到那些名头闪亮的牌匾 就大胆地走进去毛遂自荐 侃侃而谈 这种魄力让他再次碎了心愿 捧到了一只香金边的饭碗 成为了中国建设银行的白领 为了做好这份工作 他又报考了母校的经济法专业 成为在职研究生 可是安稳的银行工作 注定不是袁宝景的终点站 那个时期公务员下海潮 不算多大的浪花 但冒险者终究还是有一些 他们都看到了市场化初期 巨大的机遇和诱惑 故事的另外一个主角刘汉 在元宝景还在北京追梦的时候 就已经成为了那一部分 先富起来的人 他是四川广汉县人 比元宝景大一岁 也有四个兄弟姐妹 也是排行老三 只是没读过大学 刘汉做了几年工人 便决定下海 1990年颇有商业头脑的他 通过对缝 倒卖成品油等稀缺物资 很快赚到了第一桶金 而此时的他 绝对不会想到 未来将与一个叫元宝景的人 有以命相搏的交集 1992年 元宝景也下海了 他迈出了让同龄人不解的一步 辞去了来之不易的银行工作 在北京淮游县 注资了建号实业发展公司 作为既没资本 又没靠山的菜鸟 元宝景首先瞄向了 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 他觉得 这里边有大量被忽视的宝藏 就像两年前建国门求职那样 元宝景一家一家的敲企业的门 了解对方的技术需求 再寻找科研机构 买断相关的科研成果 转手卖给企业 那个年代流行的一个词 叫做对缝 就概括了元宝景这种中间商的做法 区别是他更有技术含量 而且元宝景也在寻找着 合适的实业项目 很快 一种基于基因工程的种植黑小麦的技术 进入了元宝景的事业 他使出浑身解数 筹借了20万元 想着买专利 租地 培育黑小麦 再把种子卖出去赚钱 可是在支付了化肥款之后 其他的费用已经拿不出来了 元宝景靠拖欠 求情苦苦支撑 公司的账面上一度只有371块钱 危机关头 元宝景和下属约定 咱呐烟也别抽了 多租几分地比什么都要紧 汉珠子落地摔八半的苦日子 终于换来了黑小麦成熟 由于卖种珍贵 需求旺盛 元宝景装金子的第一支筒 魔术般的变出了十倍的收益 1994年 刘汉那边一战成名 他进入了期货市场 敏感的发现 刚才的期货价格被炒到了天上 而现实中 钢铁企业的库存却堆积如山 于是 他冒着价格崩盘的风险 倾其所有 以高于市场价200元每吨的疯狂 大笔购入成都和重庆钢铁企业的囤货 然后在期货市场沽空 一进一出 获利大约一个亿 元宝景这边 则基本上追上了刘汉的商业智慧 他身上可贵又可怕的一点 就是不屑于路径依赖 半年十倍的利润算什么呀 元宝景果断改换赛道 剑号公司呢 参股一些他看好的企业 玩起了带有实业属性的资本游戏 同样是1994年 政府开始产权制度改革 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 被推向了产权交易市场 元宝景想在里面发现新的宝藏 可是作为资本玩家 200万的初始资金太少了 怎么办呢 元宝景很快就掌握了游戏的奥秘 他先买断一家国企51%的控制权 然后呢 与另外49%股权的拥有者 签订这个股权回购合约 百分百控制了该企业 然后再以这家企业做抵押 融资收购下一家 就这么滚动起来 短期内收购了13家 兵临倒闭的企业 元宝景像一个杂耍演员一样 垒在头顶的盘子是越来越高 按照最初的设想吧 元宝景希望完成这些企业的改制 让他们在市场环境中良性运营 自己好从企业的发展中获利 但企业改制 远远比想象的复杂和艰难 不久 他就听从了智能团的劝告 处理掉了绝大多数企业 更纯粹地当起了资本玩家 买卖上市公司借的那个壳 仅仅在1996年年底 有30多家国内上市公司的 前10大股东名单里 都有元宝景的名字 1999年 他再次落自棋局 成立了建号高科技股份 发展有限公司 瞄准了生物医药和环保产业 这在那个年代 是很有前瞻性的 到了31岁的时候 元宝景已经名满投资界 还得了一个说不清什么来头的 世界青年创业者大奖 据说是中国第一人 他也是有意无意地为自己镀金 讲述自己从衣不遮体的穷孩子 变身成亿万富翁 还一度被称作北京的李嘉诚 不得不承认 在中国市场化放开闸门的红利期 元宝景从一个赚学杂费的大学生起步 以他的敏感 聪慧和勇气 每一步都踩对了时代的最佳节点 实现了阶层跨越 而且这条鲤鱼 一跃再跃创造了前马云时代的创富神话 后来期货市场获利丰厚的他 又进入了地产等领域 扩大了商业的版图 而那边的刘汉也是一样 在生意场 似乎做对了一切 在四川男性中 刘汉是人如其名 确实是一条汉子 他身高一米八 浓眉大眼 精明干脸 做期货的那个阶段 他形势低调 自称为一个很普通的人 但是在期货圈子里 都知道他的大手臂 很多人称其为潜在水底的巨恶 以期货报复之后 他在1997年创办汉龙集团 水利电力 建筑矿业 与油开发 生意是越玩越大 巨恶也慢慢地浮出水面 刘汉给国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发生在四川大地震之后 在大批校舍倒塌的悲剧氛围中 刘汉捐建的希望小学完好如初 直到他后来被定性为黑社会 老百姓们觉得 地震中最坚固的校舍 居然是黑社会钱 更是带有凄凉的幽默感 刘汉和袁宝景 一南一北 两个贫苦出身的青年 在几年间财富增长几万倍 自尊心得到无限满足的同时 他的脆弱也是超乎想象的 他们之间的交集 有点偶然 但悲剧的发生 又是必然的 1996年的袁宝景到四川操作一笔期货买卖 他选择做多 很短的时间内把高粱的价格由每顿1200 推升到了2000元以上 相关产业链的商家和期货玩家苦不堪言 一些人就把此事告知了正在外地 忙于其他生意的刘汉 刘汉决心要把这个人赶出自己的地盘 通过中间人 刘汉与袁宝景其实有过一些沟通 刘汉的意思是呢 老弟 你有一些收益就收手吧 别把四川这边搞得太惨 可惜啊 袁宝景没有买刘汉的账 这下刘汉急了 倾其所有进行做空 一番资金量惊人的博弈之后 袁宝景败下阵来 亏了9000多万 刘汉呢 则至少赚了2000万 袁宝景不服啊 觉得对方在期货交易席位做了手脚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啊 其实重要的已经不是钱了 是两个期货大佬的面子 袁宝景之前太顺了 丢不起这个人 这个在政法大学的高材生啊 居然萌生了一个念头 要灭了刘汉的威风 这个时候呢 袁宝景想到了汪兴 那个刑警出身之前 对他很是照顾的大兄弟 相信汪兴啊 一定能把这事办利索了 其实袁宝景在北京风生水起那阵子啊 极大的刺激到了回辽阳的汪兴 虽然还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啊 但是这缓慢的爬升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啊 汪兴毅然决定脱下了警服 辞职下海 汪兴急于发财的另一个原因呢 是他爱上了一个诈骗犯的妻子 傅小春 后者家产都被查封 独自拉扯女儿生活窘困 傅小春得到了汪兴的很多帮助 二人感情升温 汪兴啊便离开了强势的前妻 傅小春也与背负17年兴棋的丈夫办了离婚 带着女儿与汪兴一起生活 然而警员一个月千把块钱死工资 要负担更多人的生活 渐渐的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汪兴呢先是在辽阳开侦探索 又到俄罗斯倒卖商品 接连挫败后才去北京找到元宝景 而此时的元宝景啊 与汪兴的地位已是云泥之别 他不想让汪兴以老友的身份放在身边 就给了他一个品牌经理的名头 去深圳开拓新业务 可是名为经理呢 却只有一个下属 这让汪兴非常失落 但是又无可奈何 自己做生意和炒股这几年下 是亏得人穷至短 于是只得低眉顺眼 心情复杂的为昔日的小老弟打工 所以啊 当汪兴听到元宝景 让他去办了刘汉的时候 心里其实很不是滋味 发财不想着我 犯法的事想起我了 因为不想被元宝景当枪使 所以呢 他拿着元宝景给的16万 找到了辽阳的黑道人物 杨忠学 结果这个杨忠学啊 也没亲自下手 就委派了李海洋和李莉 两个喽啰去执行任务 所谓层层外包害死人啊 对杀手这个行业来说呢 层层外包最容易出现喜剧效果 杨忠学为两个喽啰提供了一把手枪 和三万块钱在四川寻找刘汉 1997年2月1日晚呢 他们在跟踪刘汉数月后 在广汉市最好的酒店 西元宾馆设下埋伏 等待刘汉从西元宾馆出来时呢 近距离向其开了两枪 结果却是刘汉幸免于难 枪手落荒而逃 对于失守的原因啊 有人称是因为刘汉当时呢 人在车里 子弹击穿玻璃后变道 有人称啊 刘汉当时压根不在车里 还有传闻是刘汉的保镖 替他挡了子弹 而刘汉有个发小 坚持向南方周末的记者称 当时刘汉并没有保镖 纯属枪手枪法太烂 近距离呢 也只是击中了刘汉的胳膊 致其受轻伤 总而言之吧 刘汉在这次暗杀行动中 是有惊无险 而李海洋等人 在失败后火速逃离现场 只不过故兄杀人的元宝警 万万没想到 他这次失败的复仇 后果有多么严重 后来呢 元宝警案受到世人关注 记者和作家 还原他与刘汉的恩怨 都模糊地写成 元宝警啊 怀疑刘汉做了手脚 其实啊 根本不是怀疑 他还不至于 仅仅是因为怀疑 就雇人行凶 只是那时的刘汉 势力太大了 后台呢 是掌管政法的 郑国级领导人周永康啊 当时的案卷 没有被披露详情 但即使披露了 又有谁敢挑明了血呢 直到刘汉和靠山伏法之后 他与元宝警的期货对决 才得以还原 元宝警顾兄啊 究竟是只想吓唬一下刘汉 还是动了杀心 并没有明确的文本 法院一审判决书的描述呢 是杨忠学 怀疑四川省汉龙集团 总经理刘汉 在期货交易中 欺骗其好友袁某 便指使李海洋携枪潜入成都 报复刘汉 如果从这个描述上看 一些媒体把此事渲染成 元宝警要取刘汉的性命 显然是缺乏足够的依据的 倒是杨忠学和李海洋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一个被判了死缓 一个被判了无期 不论是否要取刘汉的性命 那个阶段的元宝警 真的有一种报复后的错觉 好像没有钱摆不平的事 有一次他带着几个客人 去北京最著名的声色场所 天上人间消费 点名要四大花魁 而当时花魁们正在 坐陪另一拨客人 请客的是北京江湖 赫赫有名的人意大哥 四九成老炮家带 元宝警与天上人间的总管很熟 却丝毫不给对方面子 直接闯进家带的包件 要带走四个姑娘 在争执中 元宝警挨了一巴掌 这还得了 马上联系了辽宁葫芦岛的一位黑道大佬 带上八九个兄弟 砸了天上人间的场子 开枪击伤四名保安 天上人间有何其深厚的背景 而家带也是在深圳北京都吃得开的大佬 元宝警为了面子 完全不去考虑这些 双方的报复继续升级 直到各自纠集了上百人 戴着枪支刀具 在剑号公司附近摆开决斗的架势 如果不是双方阵中的两位辽宁黑道人物 认出了彼此 劝何家带和元宝警 那将是一场惨烈的 难以估量的恶仗 咱们再说回汪兴和元宝警的关系 由于97年的报复行动失败之后 汪兴依旧跟着元宝警干 但因为这件事 本来单纯的和伙人关系 存在了一丝隔阂 元宝警只是在下属药厂 给汪兴安排了一个副厂长的职位 汪兴并不买账 俩人的关系越来越僵 1999年 汪兴在北京混得很不开心 灰溜溜的又回了疗养 结果诸事不顺 心态就开始失衡 他不断地给元宝警打电话 从最初的帮兄弟一把 慢慢就演变成了敲诈勒索 元宝警说 他多次接到汪兴的恐吓电话 内容包括绑架元宝警的儿子 拿炸药炸断你腿 开大卡车撞你轿车 以及举报原的经济犯罪 2001年上半年 元宝警发现自家附近 经常有几个东北人转悠 他不得不向东城公安分局报警 但是很显然 汪兴的威胁 不是普通的报警可以消除的 于是元宝警与他二哥元宝齐 商量办法 提出了雇佣辽阳的两个堂兄 花费30万 把汪兴给办了 元宝警被汪兴逼到了这一步 才动了杀心 很难想象他当初 如果不是脑子出了问题 怎么会想真的去做掉四川大佬流汗 2001年下半年开始 被平凡飞鞋的人变成了汪兴 曾有人在楼下喊他下去 下楼之后却发现没人 还有一次呢 他躲在外地 妻子在家搂着女儿睡觉 猛然被手电光黄醒 发现一个黑影站在床头 2001年11月 汪兴在街上被人砍了11刀 导致失血性羞壳 肝脏破裂 他猜得出是谁下的黑手 两个当年的朋友 成为了彼此的仇人 2002年8月 汪兴觉得单打独斗 干不过元宝警 真的进行了举报 按汪兴的举报内容来看呢 他掌握的不仅是元宝警 雇凶伤害 还包括元宝警 勾结三个辽阳国企的主事者 挪用公款16亿炒股 伪造国库券 大额存单 而这次举报呢 进一步激怒了元宝警 2003年 家门口的枪杀案终而发生 汪兴之死引发的重视 超过了一般命案 省市成立联合专案组 刑侦人员动用技术手段 发现在2003年 元宝警的两个堂兄弟 频繁往返于北京和辽养 汪兴遇害后不久 元宝警与这两个堂兄弟 还通了电话 二人与元宝警谈条件 想办理护照尽快出国 这两个人呢 一个叫元宝森 一个叫元宝福 俩人都有犯罪前科 于是 专案组将重点放在了 这两个人身上 2003年 11月23日晚6点 专案组将元宝警的 这两位堂兄抓获 二人当时正在辽阳一酒店 与警察朋友喝酒 早前一个小时呢 元宝警在北京被捕 次日凌晨 元宝警的二哥元宝齐 也在广西南宁市被抓获 经过数日审讯 元宝警的一个堂兄 终于交代 他参与枪杀汪兴 是受到元宝警的指使 随后啊 警方也获取了 其他嫌疑人的口供 还从刺骨的河水中 捞出了被丢弃的 双筒猎枪 这起案件2003年告破 开庭审理的靴子 却迟迟不落地 一直拖到了2005年 顾凶杀人案开庭两天前 在人民日报老干部局 新闻发布厅 元宝警的妻子 最负盛名的藏族舞蹈家 卓马 找来了北京20多家媒体 和50多名记者 被元宝警铭冤 记者见面会 很快受到了干扰 先是新闻发布厅的 扩音器被关掉 然后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见面会事先 没有征得领导同意 不能开了 无奈 记者们跟着卓马 临时转移到了朝阳宾馆 卓马希望媒体 能够关注此案 他觉得整个过程 有很多疑点 首先呢 辽阳市公安局的 抓人程序不正常 既然是所谓的 连环委托案 侦破程序 应该是先抓行凶的 经过审讯 再抓中间人 最后抓主使者 而事实上 元宝警却是第一个被抓的 其次呢 既然汪兴与元宝警有恩怨 他的揭发材料 不应该被轻易 作为证据采信 还有就是啊 元宝齐被抓之后呢 两个月不许见律师 违法司法程序 尤其重要的是呢 元宝警在会见律师的时候 声称警方存在刑讯逼供 1月13日 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终于开庭 法庭上的元家四兄弟 全部翻案 表示审讯过程 遭受非法待遇 那天的审理 是乱成了一锅粥 元氏兄弟为了保命 互相推诿 停上博弈 从上午九点 搞到了晚上九点 元宝齐 元宝警 和堂兄元宝森 被判处死刑 元宝福 被判死缓 同时呢 根据民法通则 判处四名被告人 赔偿受害人 几位家属的经济损失 加起来 大约12万元 一审判决宣告后 四名被告人 均表示上诉 元宝警 对赔偿金额非常不满 也表示上诉 元宝警 更是通过律师 传递出两条 轰动全国的信息 说第一啊 他在印尼 拥有一个油田 40%的股权 他写下授权书 愿意为国家捐献495亿的资产 第二呢 他要检举一位 副省级高官的经济犯罪 这两项立功赎罪的表现 能否为他保命 悬念又延续了一年多 到了2006年3月17日 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宣读省高院终审判决 维持原判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被告人 元宝警 元宝齐 元宝森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穿着一身白色运动服 系着雪白哈达的元宝警 似乎对这个结果毫无准备 神情瞬间改变 他当庭大喊 我不服 我要上诉 然而几个小时后 他和两个兄弟 就被执行了注射死刑 那一年 元宝警刚好40岁 2013年和2014年 刘汉 周永康 相继在打黑和反腐运动中落马 央视网的公开报道显示 刘汉在2001年 与周永康的儿子周斌 成为合作伙伴 实际是借此进行利益输送 刘汉与周家的关系 非比寻常 有了权力的加持 刘汉的财富再次膨胀 在利益争夺中 下属也积累了十多起命案 大多被遮蔽了 元宝警签设命案后 刘汉通过周永康 给辽宁方面施压 务必要灭了元宝警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周永康 已经是国务委员 兼中央书记处书记 同时担任公安部长 在建号集团的元宝警 经常提醒员工一点 说我们是一家 没有背景的公司 不知道是不是财富 带来的光环 让他上了头 明知没有背景 而且精通法律的 他却一再动用暴力手段 试图摆平对手 最终丧命于财富 与靠山的较量 元宝警被刑刑之后 极度悲哀和愤懑的 着马离开北京 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本期文案的作者 当时曾经通过 其弟弟联系采访 得到的答复是 人没了 说什么都晚了 朋友们 我们用了五期系列节目 回顾了世纪之初 发生在辽省地区的 几个重大案件 里面的主人公 大多数生于私 长于私 他们却以不同的方式 影响或者说危害了 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 对这些事情 仅有猎奇是不够的 对所谓共和国长子的 境遇和痛苦 仅有同情 也是廉价的 极端的果实 离不开特殊的土壤 和体制的催化 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对于苦难和伤痛 又具有超强的消解能力 很难说这是悲催还是幸运 就像曾经社交媒体上 东北人的集体表演 万事没有所谓 娱乐不死不休 直到近几年 漫长的季节这类影视剧的出现 才让人们重新回味起 那段特殊时期 发生在身边的故事 对于MR档案而言 在未来的节目中 我们很愿意带大家 继续回到 光外陆里的昨日中国 探寻值得记忆的人和事 感谢收看 怎么呢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